HELLO 歡迎大家光臨 羅文公民 向你說 那我們今天呢又要來做開箱啦 對要向你說一下 向你說 我們的合作影片呢 這已經是不知道多少 N支 但是我們最近呢 開箱系列的提供是大受歡迎 網友給我們的建議 他們想要看一下台灣版的 我們也拿到了 李箱老師感謝李箱老師 感謝李箱老師的提供 看完之後 你有你主觀想法沒問題 但是不代表你有侮辱別人的權利 對 就是留言要有禮貌 這是強調 留言要有禮貌 我們會有禮貌 那你如果不禮貌的話 你就不要怪我們 所以說來這邊 我希望是理性的 講道理的 那你如果真的要這樣子謾罵幹嘛 那請你去別的頻道 那我們做了這個呢 的確是爭議度會比較高 各自有各自的論點 那當然也有很多是很理性的留言 我們也都會看 非常謝謝 然後呢我們今天要看的是 康熙版 康熙版的歷史課本 然後跟我們上次在講 這一本 人教版的歷史課本 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們上次有講到中華民國成立的那一段 出版社就叫康熙啊 你覺得還有去中華的問題嗎 對岸可能有一些誤解 他就認為說我們的歷史的部分 是不是有加入一些獨派的色彩 對有沒有呢 那基本上是沒有 他就是削減中國史的部分 你可以說削減 但是你不能說他有參獨派色彩進去 也是要老實的跟大家講 就是天然土產生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這些 教材或者是課綱 許多人真的會這樣認為喔 其實不是 請你先看完資料 跟找完證據之後 再來講這句話 可是天然土主要是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在台灣土生土長 然後基於認同這個土地嘛 對不對 但是他們仍然是認同中華民國 還有另外一個是他 天然土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他雖然是外城人像Sean一樣的 但是他從來沒有回去過 他就跟之前 Sean之前的頻道影片 那個貼看台獨一樣嘛 他是外城人喔 這個貼看台獨是那個回去 內地他的主旗啊 故鄉 還有親人在那邊耶 他還以為是台灣人 他以後是外城都喔 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我必須說天然土的一個主要原因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兩岸關係的影片 這也是有差 這也是有差 沒關係我們今天講我們 台灣版的這個 民國的建立與臨時約法 登登 登登 其實就可以明顯的看到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Sean你幫我拿一下 來 你幫我看一下 台灣這邊的邊 必須說是比較活潑 然後色彩比較鮮豔 然後大陸這邊的話就是比較 樸素一些 對對對 比較樸素一些 先講我們的這個編排的一個差異 大家覺得說 哪一個好哪一個壞 我個人是覺得 台灣這邊的比較 活潑一點 活潑一點 然後我個人比較偏向 喜歡那些比較 鮮豔的顏色這樣子 來 這裡就講到啦 那個1911年 選統三年 武昌喜事成功 然後紛紛獨立 清廷迫於親世 讓袁世凱付出便擔任內閣總理大臣 希望他能夠壓制革命陣營 然而呢 袁世凱派人攻下漢口後 按兵不動 一樣 採取兩手策略 對不對 最後呢在清廷跟那個革命政府這邊 達到一個什麼 雙方討好 最後他就逼迫清廷退位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擔任總統 兩岸對於民國建立這邊是一樣 面對袁世凱野心革命黨內部出現了不同的路線跟領袖之爭 正好孫中山由國外返抵上海 於是呢獨立各省的代表 在12月推選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 李元宏就是副總統 然後呢1912年1月1號 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 為求肅定共和 同意將臨時大總統一職讓給袁世凱 然後2月12號 宣統帝下早退位 結束了2000多年來的君主專制政體 好這個部分其實是很像的 幾乎是一樣 比較不一樣的在哪裡呢 就是在二次革命這裡有提到宋教人案 那個大陸這邊沒有提到宋教人案 宋教人不存在 對當中的原因是什麼 那所以網友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你們是不在意宋教人被誓呢還是怎麼樣 可是我發現蠻多人其實知道了 只是課本裡面沒有寫到宋教人 請參照知乎 因為宋教人對我們來講是很重要的 因為宋教人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國民黨裡面的人才 然後呢被暗殺 然後呢原兇直指袁世凱 直指袁世凱 那當然後面有一些方案文章 又要說是蔣中正 蔣中正然後派人去刺殺他的嘛 對不對 我們依照歷史的證據跟脈絡來講的話 的確 然後我這樣講可能會有人罵我 他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各自 因為我看過那個蔣中正那個版本 我還是認為 袁世凱比較有可能殺宋教人 他獲得利益比較大 當然啦 最大利益者其實就是袁世凱啊 而且後來那個殺手的那個指使者 那個就是袁世凱的秘書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邊提到的宋教人案 民國成立之後政黨臨立其中同盟會 跟幾個小黨的共組合組成一個國民黨 由宋教人代理理事長 幾個立場也比較傾向於袁世凱的小黨 聯合成進步黨 並以梁啟超為首 梁啟超那個時候也是有從政 形成兩大黨相互抗衡 就是國民黨跟所謂的進步黨 進步黨好像在你聽過 為什麼這個名字營繞不絕 是民主進步黨 就是進步黨跟國民黨兩個對決 1913年2月 國會選舉完畢 那當然國民黨大勝 國民黨掌握了在參眾兩院的一個優勢的席次 按內閣制的運作 宋教人一定會當選這個所謂的總理 那袁世凱就會變成虛位元首 有沒有 因為上次我們講過嘛 我們那時候的臨時約法是比較偏向於內閣制的 那袁世凱沒有辦法運作 讓他的人當上總理 而是讓他的反對黨當上總理 這時候 直接翻盤 就埋下了 對不對 埋下了殺雞 埋下了殺雞 4年3月 宋教人在上海遭槍擊 最後傷重不治 那這裡呢 你看我們的課本沒有明確提到是 袁世凱 只是我們用 諸多的證據去推論 可是他沒有下結論 沒有下結論說是 袁世凱殺掉那個宋教人 好 送案之後 袁世凱在未經國會同意之下 以先向英法德日二借款2500萬英鎊 沒有跟國會商量喔 直接去借2500萬英鎊 並以國家稅收作為抵押 使稱善後大借 你看這借2500萬英鎊 國民黨指責 袁世凱大借款之舉 不但違反臨時約法的精神 也企圖擴大軍備 那袁世凱下令 罷免反對善後大借款的李列軍 等國民黨籍的都督 以消除反對勢力並迅速派兵南下 有沒有看到 這裡就是很明顯的 為什麼很多證據都是比較指向於是袁世凱去殺宋教人 因為後面的 2500萬英鎊 那當時候如果是宋教人當總理的話 你覺得他會過 他是不會過的啊 不可能會過 對不對 然後宋教人死掉之後 一片混亂之下 在沒有經過國會的同意之下 然後就通過這個善後大借款 然後呢 1913年 國民黨的精神領袖孫中山跟黃興 九子將軍再次出現 視為二次革命號召討原 但是國民黨內部對於反原的方式看法不一 跟缺乏所謂的統一的指揮 討原行動呢 不久就宣告失敗 之後孫中山就流亡到日本區 並在1914年令主中華革命黨 力圖再次以武力進行反原革命 你說歷史上講到孫中山這個國父 要打他真的是不太行 對 打好像通常說黃興出去打 對 孫中山比較厲害在於他的講話 他的口才真的很好 講話口才 所以說有那個人家取的外套叫做孫大炮 這是真的啊 孫大炮 他是負責建構國民黨內部的那個思想 思想領域上面他的三民主義的確有起那個領導作用 對 而且在大家都不敢反抗的情況之下 他第一個跳出來 幾乎是在當時代非常勇敢的事情 殺頭大墜 他冒著殺頭大墜 然後出來願意來扛下這個 可是打的方面他真的不太行 他真的不太行 還是要靠黃興 尤其當時候對手其實是袁世凱 接下來呢就是在紅線帝制的部分 袁世凱稱敵 袁世凱深知如果實施憲法 權力將大受限制 所以主張先選總統 再制定憲法 然後呢 國會就愛意壓力在1913年10月 選他為正式大總統 李約宏又是當副總統 接著呢是以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為藉口 將國民黨解散 但是因國會法定人數不足而癱瘓 次年1月他解散國會之後 自行召開約法會議 被阻離時約法改立中華民國約法 將那個字改為總統制 這個時候就已經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他想要怎樣 他想要集權 想要把他集中起來 這一段是那個人教版這一本沒有的 這一本沒有的 你會發現我們這個講得比較清楚一點 紅線帝制這邊 然後那個造成行政權的獨大 最後他在修改總統選舉法 將總統任期從五年改成十年 然後還可以得連選連任 那不就終身執政嗎 他是不是只能連一次還是無限 應該本來是得連任一次而已 結果他把它改成一陣十年 然後連選得連任 那變終身執政了 至此呢共和已經名存死亡 原志凱在壓制國會反對勢力之後 便加快他的稱帝腳步 1915年他受益製造輿論 批評共和鼓吹帝制 所以在1916年改成叫紅線元年 這一段大陸 這個人教版這裡也有 然後後來呢 就那個桃園 那個護國軍桃園嘛 原本支持袁世凱的梁啟超 也撰文加以批判 連梁啟超都看不下去了 梁啟超是帝制人的 他本來是那個進步黨的嘛 對不對 可是連他都看不下去了 因為我們已經推翻帝制了 你現在又回復帝制 的確會有一批人非常非常不滿的離開 這個拿破崙犯人這樣的錯誤 第二次回歸就爆了 對所以說拿破崙那時候稱帝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失策 可是太多人擁護他了 就拿破崙那個時候是因為他戰功實在太標柄 太能打了 對他太多人就擁護他當那個 拿破崙是一直以一直以 大大小小戰役這樣戰功累積起來 讓大家覺得他應該是皇帝 可是袁世凱並沒有 有他也蠻能打的 他也蠻能打的但是他沒有 我們看到的是他可以一直跟列強借錢 然後又屈服於日本的那個什麼21條 對不對 所以其實種種之下 其實袁世凱並沒有這個資格可以稱帝 好 那這時候蔡二就出現了 那個 兩幾道學生蔡二 然後聯合呢 雲南 嚕嘟 唐濟搖 主稱護國軍 然後各省相互的呼應 連袁世凱的心腹 段祺瑞 對馮國章也暗中抵制帝制 裡面自己內亂 北洋系都自己抵制 那就很危險 對 那袁世凱在眾叛輕敵跟列強反對下 只好在1916年就是民國五年下三月下令撤銷帝制 不久後就病逝啊 我這也要講一下 我之前在念歷史的時候 這段好像沒有講那麼清楚 那這次這段其實講的蠻清楚 連裡面的內部矛盾啊什麼都出來 我們以前就是看到就是袁世凱稱帝之後 然後大家反對 然後就取消然後抑鬱而終 可是他這次有把他講的蠻清楚的 講出來這樣子 跟我們的這本人教版比起來的話 在紅線帝制方面的確講得比較深入一點 那大陸這邊可能比較沒有放這麼多的心力在袁世凱上面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再繼續討論到 就是有關於國共合作 跟所謂的國共分裂 所謂的第一次國共合作 然後為什麼分裂 那我們下次再繼續來開箱 今天的羅文公民笑你說 到此為止喔 請看下集 拜拜